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想谈一下 那刚才我在接受这个案情 在讲述这个案情回顾的时候呢 也讲到了 那么就在今天呢 受害者的这个家属呢 是对于这个学校提起了 这个赔偿的这个诉讼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请加州的这个王志明律师呢 来跟我们去介绍一下 就是学校对于整个这个事件 他是否负有一定的责任 那么如果学校呢 就是为了去防止以后 这样的一个行为的发生 他可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或者是在我们刚才所讲述的 学校已经获得了一些 可能性的信息以后 他应该呢 或者是可以 去采取什么样的这个行为 来找来这个预防这样的一些 一些这个恐怖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发生 那我们现在呢 就把话筒交给志明 志明请讲 好啊 谢谢文明律师 我也感谢周律师的讲解 非常的受益 那么这些案件呢 就像文明律师 刚刚讲到的今天 两名受害者的父母 已经请律师来代理 来提起了这个高达 一亿美金的人身伤害赔偿 那么针对的被告呢 实际上是 学校 那么学校的监视长 以及两名没有透露姓名的老师 那么这个就涉及到 在发生这个高中校园枪击案的时候 那么受害者的受害者 或者是他们的或者死者的家属 能否向这个学校起诉 那么学校会面临着什么样的民事赔偿责任 那么一般而言呢 作为这个高中 以及这个高中以下的初中而言 这个学校是没有绝对的 这个确保学生在校园安全的 这样一个绝对的义务的 换句话讲 就是说 并不是说 这个枪击案在这个学校里发生了 那么学校 特别是这个公立学校的学区 就要进行这个人身伤害的赔付 那么作为受害者呢 是必须要证明 这个学校是存在着 疏忽我们叫这个negligence 或者是重大的疏忽的 gross negligence 那么很多州呢 实际上对于公立学校的 民事侵权责任 是有一定的豁免权的 就是说immunity 这个豁免权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如果是一般的疏忽的话呢 那么这个公立学校 以及其所属的学区啊 是不能够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 那么只有当涉及到 重大的疏忽的时候呢 这个学校才会承担这个民事赔偿责任 什么是重大的疏忽呢 一般情况下就是说 在这个学校 明明已经知道 就是实际已经知道 有学生要进行 开枪的时候 那么反而就是完全的 不顾这样的通知 或者是警告 我们叫 requeless disregard of the safety of others 这种情况下的话呢 实际上就是说公立学校 以及他所属的这个学区啊 是要进行 非常高额的这个人身伤害 陪附的 那么在这一期案件中呢 作为受害者的家属呢 实际上是 已经获取了一些非常有力的 能够证明这个学校 以及学校的这个校长啊 这个学校的相关的老师啊 是有可能已经获知 这个学生有要进行 这个校园枪击的倾向 那么反而呢 没有采取一些措施 那么从原告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呢 有这么几个事实 对于原告而言是非常有利的 那么就像Vivian一开始讲的 就是说这个男孩 已经是在推特上发表了一些 涉及到这个枪击的言论 同时呢 他一名老师在这个枪击之前的几天 发现这名小朋友画了画 那么画了一个枪 然后一个人之类的 那么也显示出有这个 喜欢枪支的这个倾向 那同时呢 就是在这个事故发生的当天早上 那么学校的相关来议员 包括这个咨询师啊 已经和这个小孩和这个父母 已经进行了沟通 已经感觉到这个男孩有一些异常 但是呢 这个学校还是 没有这个坚持 让这个父母带这个男孩回家 那么这个父母是反对了 那最后是学校妥协了 让他回到了教室 最后呢 导致他去了这个洗手间 然后呢 出来之后就拿着枪出来了 那么这些事实呢 实际上是如果说在考虑整体的 这个因素下 我们叫这个under the circumstances的话 那么原告是有一些可能能够证明 这个学校是已经知道 或者是应当知道这个男生可能会进行这个枪击试点 但是没有采取措施 特别是没有说坚持让这个小孩回家 或者是甚至是没有这个检查这个小孩的背包 那么这个这些是对原告有利的这个因素 根据目前掌握的信息 当然这个案子在诉讼程序中的话 双方还是会通过证据开示啊 证据交换啊 以及这个调查 我们叫做stubrate 来获取更多的信息 特别是这个学校对于 教员这个 这个枪支的这个政策 这个学校对于学校老师 以及咨询师的一些培训 来获取一些 更多的证据 可能是对原告有利的 但是呢 这个案子实际上并不是一个 特别强的一个 能够证明学校有这个 actual notice 就是实际已经知道了这样一个案子 因为从被告的角度 也就是说从 学校的角度来讲的话呢 就是说变方 他们会 主要的这个辩护意见 有这么几点吧 第一点的话 就是说 这个男孩是从来没有过 这个disciplinar record 就是说从来没有过违规的记录的 从来没有在学校有触犯过 学校的这个纪律 那么也就是说这个男孩是之前没有任何的这个这一方面的暴力倾向的 所以学校是没有办法能够预测到这个男孩会采取这样的呃 枪击的这个行为 那么 第二呢 就是说 学校的老师实际上已经遵守了这个学校关于校园安全的相关的policy 就是政策 以及这个程序 也就是说他们已经做到了他们所能做的所有的事情 那么事故 枪击案件的发生并不代表说 这个老师会承担相应的责任 那么第三呢 实际上学校会把这个责任再做了 推到这个男孩的父母的身上 因为像那个Vivian和周律师讲的 实际上这是这起事件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在于这个 父母 那么因为是父母给他买了枪 父母同时有一种这个言语上的鼓励 导致了这个男孩啊 来持枪进行射击 所以的话呢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点 也就是说他会 学校会说这个过错不在于我们校园 实际上是在于这个这个父母 那么这三个 最主要的辩护意见 实际上对于这个这个被告啊 进行有效辩护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根据目前掌握的信息呢 总结起来的话 这个案子实际上并不是说一个 特别清晰的能够证明学校 有这个民事侵权的这个这个案件 当然如果说在这个诉讼过程中 原告能够通过这个 这个 通过这个证据交换 获取更多有利的信息的话 比如说如果能够拿到一个学校的老师 作证的时候说 老师在这个事故发生的前一天 已经告诉过校长说他 感觉到这个男孩可能会 这个进行一些校园的暴力行为 包括这个开枪 那校长直接说 不用担心 这个我们的我们的这个注意力 是在学习上 你多虑了 如果是有这样的这个证据的话 这个当然是给原告来加分的 但是如果说仅仅是根据 我们目前掌握的信息的话 实际上对原告而言 想要真正的能够 这个满足他的举证责任呢 还是有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那么校园的安全呢 就是说下面讲的这个在美国 实际上过一段时间 就会发生校园的抢击事件 那么我们讲的第一个问题 就是说校园能不能 对学生进行这个搜查 进行这个检查 来看一下他的这个暴力 有没有这个枪支 看一看他有没有 这个携带这个枪支 进入这个校园 那么首先的话呢 一般而言的话 不管是大学校园 还是高中校园 还是初中 更不用说小学了 这个是学校是包括 美国各州的法律 是禁止这个学生 携带枪支进入学校的 但是有一个例外 就是说德克大志州 我们知道在这个几年前 是允许这个 在大学校园内 携带枪支的 所以我们会看到 有新闻报道说 这个德州的大学教授 实际上是持枪上课的 我们也看到照片 这个是在德州是允许的 但是在美国 绝大部分州呢 实际上也是不允许的 那高中校园以及以下 一般的情况下 所有的州都是禁止这个学生 来携带这个枪支进入校园的 那么问题就是说 学校能不能在 没有这个搜查令的情况下 随意的对学生的背包 来进行搜查 随意的对学校在 对学生在学校的 就是说我们叫locker 就是说 存放私人物品的柜子 来进行这个搜查 这是一个 很多人关心的问题 那么一般而言的话 当然有些州可能会有 不一样的规定 一般而言的话呢 对于在学校的这个 柜子 那么学校是有权利来进行 随时的这个搜查的 因为基本的这个理由是 这个柜子是属于 学校的财产 那么只是用来给学生 暂时存放 个人物品的 那学生是 在这个柜子里的 这些东西啊 是可以受到 这个学校的 搜查的 那么对于这个 学生的背包 比如说学生每天去上 上学上高中 那么背的包 学校有没有权利 随时进行搜查 而不需要一个 法院 法官签字的逮捕令呢 那么一般 一般认为啊 学生对于他背包 里的物品实际上 是有个人的 隐私权的 那么学校是不能够 无缘无故的去 把这个学生 栏下要求看一下 这个背包里 是不是有这个毒品 是不是有这个枪支 但是呢 如果说学校的工作人员 有合理的怀疑 我们叫 reasonable suspicion 就是说有合理的怀疑 他这个包里 有危险物品的话 那么学校是有权利 来进行搜查的 比如说 这个A同学的 A同学 跟学校老师说 他怀疑 或者是他听到 这个或者是他感到 这个B同学的包里 有毒品 或者是有这个危险物品 这个时候学校 就可以根据 A同学的这个描述 或者陈述 来去查 这个B同学的这个包 这个是完全是可以的 这个是不会侵犯到 这个B同学的 隐私权的 或者是说呢 如果说学校老师发现 B同学的背包里 特别的重 特别的这个 这个沉甸甸的 特别的骨 他可能会怀疑 这里面有枪支 有危险物品 他也确实是可以 基于 来对学生 来进行检查的 那么但是呢 如果学校 没有合理的 这个怀疑的话 那么实际上 学校还是不能够 对学生的背包 来进行 随意的 那么 检查的 从学校的角度来讲呢 如何避免 就是说发生 校园的枪击事件 首先呢 就是说 学校要 尽量的控制 这个师生的比例 也就是说 我们希望这个师生的比例 能够小一些 这样子老师能够关注到 每个学生的动态 特别是高中生 因为像 我们都知道 这个高中生很多时候 实在态逆啊 或者是青春期啊 那么还有就是说 很多高中生 实际上是涉及到 这个贩卖毒品 这一类的 参与到贩卖毒品 这一类的 活动中去的 所以呢 老师实际上是应该 要更多的 关注这个学生的动态 包括关注学校 学生的这个 社交媒体的这个言论啊 包括Twitter啊 Facebook 第二呢 实际上学校要 确保有这个 安全观 这个我们叫 SIPC Officer 以及这个心理辅导师 那么 这个呢 是当学校的老师 发现有问题的时候 可以能够及时的 跟学生来进行 沟通 那么这一期案件中呢 这个牛津高中 实际上一个 被这个 校园安全专家 所诟病的一个点 是学校没有一个 合格的安全观 就是SIPC Officer 那么我们知道 在事故当天的话 这个男生是 跟一个学校的 心理咨询师 或者是Counselor 来沟通过的 但是呢 如果说有 这个SIPC Officer的话 他可能会 根据自己的专业判断啊 已经判断出 这个男孩子有 要进行 这个抢击行为的 倾向了 所以有可能会 坚持要求这个 这个父母带他回家的 那么就是因为 没有这样一个 SIPC Officer 来做专业的判断 所以呢 这个学校就 让这个孩子 回到了这个校园 然后呢 就发生了 这样一个 非常这个 悲惨的事故 所以呢 就是说 对于学校而言 配备一个SIPC Officer 和一个合格的Counselor 是非常非常 重要的 第三呢 就是说 还是要 做好这个 校园的培训的 那么我们知道 老师的主要工作 是教学 所以呢 实际上我们很多老师 都 在 收到 这个 一些 学生的投诉啊 举报啊 来关于其他 同学的一些 不良的反应的时候呢 实际上很多人会 不太重视 或者是 一笑了之 不会采取任何的 行为的 那么实际上呢 就是说 随着美国校园 抢击案件的 越来越多 作为老师的话 一定要有 我们叫这个 一定要有敏感性 一定要有政治敏感性 那么当发现 有收到这样的 通知 或者是举报的时候呢 一定要 认真对待 要及时的采取措施 而不是说呢 就是说 完全无视 那么 最后呢 就是悲剧是有可能 发生的 所以呢 就是说 从校园的安全角度来讲 这三点 我觉得还是 非常非常重要的 而且是这个 缺一不可的 维敏 好的 谢谢志明律师 志明律师是这样的 就是说 在发生了这些 这个学校的 这个枪击案件以后啊 在整个的这个过程之中 我们实际上是可以 发现一点 就是说这些 学生 尤其是未成年人的学生 他实际上是 处在一个 非常无助的一个状态 因此呢 有一些人呢 他就 就是学校 可不可以 像比如说 政府大楼 就是我们去法院 去这个 政府机构一样 他门口呢 都是有门禁 都是有这个 安检的 那么能不能 就是让这些学生呢 在进入学校 上学的这个过程之中呢 在进入学校的时候 都要通过安检 然后来检查 这个学生 是不是能带武器 您是否可以 就是 分享一下 您的这个观点 就是这种提议 到底他是不是可行的 那么他背后 隐藏一些问题 到底有什么 好的 志明律师 好的 那么我们知道 在现实生活中 如果你去法院 去这个政府部门的话呢 都是要经过 安检的 那么 这一些都是 这个是我们经常遇到的 但是确实是 我们很少 去学校的时候呢 会经过 会这个接受安检 那么 学校有没有权利 来设立这个安检呢 那么这个实际上 是一个非常 复杂的问题 那么 首先呢 就是法律 没有明确的 这个允许 这个学校 作为这样一个 特别是公立学校 来设立这个安检 第二呢 实际上 学校设立安检 是给学校的 这个正常的 教学和管理 实际上会造成 比较 大的工作量 和这个时间成本 因为我们知道 这个学校的学生 如果每一个 都要进行安检的话呢 这个实际上 那这个早上 八点上课 就非常非常难做到了 所以的话呢 从实际上来讲的话 也是比较有难度的 第三呢 就是说 公立学校设立 这个安检机制 那么对于 学生的这个隐私权 是否构成了侵犯 这也是一个 非常 这个争执不休的 一个法律问题 那如果真的是 作为公立学校而言的话 真的是想要设立 这样一个 安检这个程序的话呢 实际上还是应该 由这个立法部门 先提出这样一个提案 看一下能不能这个批准 才进入到这个下一步 目前而言的话呢 实际上我倒很少 听到有这个议员 来提出这样的一个提案 好的 谢谢志明律师 我们也知道 就是说在美国的话 就是想正经 或者是包括这个学校 因为他也公立学校的话 也其实是政府机构的一部分 那么想去实施 对学生的一些 这个行为限制 也是非常困难的 就包括疫情期间 对于学生 是不是要戴口罩的问题 那么我所在的 这个前纳西州 很多的这个公立学校的家长 实际上也是对于 这个学校强制戴口罩 这件事情 那么甚至也是 发生过这个冲突的 所以呢 在美国这样的一个 这个民主社会的话 想要推行 政府想要推行任何 可能对公民的这个行为 产生界定和限制的 这样一些法规和要求的话 应该都是有一定的难度的